謝謝 如果有憂鬱症的患者 仔細聽著 憂鬱症的原因 都是因為這三個字 你理解了以後 你就過關了 都是因為 聽好了 站好 好 都是因為 吳宗憲節目上說 憂鬱症是因為不知足 反觀做人應該更樂觀 生命當中 你要想的是擁有的 而不是失去的 是 沒想到節目上一番評論 引來網友抨擊 立委王婉玉表示 小登號事件也曾猶豫過 批評他身為公眾人物 因自律謹慎 馬八王五或者是他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算是公眾人物了 那在發言的部分 確實就應該要比較謹慎 小心一些些 因為避免錯誤的資訊 傳達給大眾 發言引發爭議 吳宗憲開直播 說分明 我為什麼要道歉 我又沒有幹嘛 為什麼要道歉 這網路的霸凌 什麼時候才能截止 直播中口氣難言激動 他強調自己沒有口誤 反擊這是頓葬齒藝 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藥 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是人 醫生才有辦法 去做藥物的治療 或者比如說他身體 生理上病情的治療 那心理上的呢 就是這些好朋友 來告訴你就是說 我們得了憂鬱症 然後我們要往好的地方去 就是因為不是醫生 所以我們更不應該要 這麼草率 或是這麼的輕易的 就下一個結論說 憂鬱症者都是因為不知足 好友李明川 則在臉書發文 何憲哥認識十年 不會放在心上 吳宗憲的言論 引發不同的論 是你喜歡紅心承受的前套不動